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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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我們今天來談談 這個戲曲裡面的另外一個系統 我们从原杂记明代的传奇南杂记 清代的南杂记短记传奇 还有宋元的南齐戏文 这些都是有它很严格的体制规律 我们说过就剂种来说 是属于体制剂种 比如原杂记一本四则 由一个人来读唱 每一则一个公调的套取 压了运步 拿中原运来说就是一个运步 不能有第二个运步等等 这是规律 就叫体制规律 可是这些发展的结果 就形成比较精致性的 艺术性的这种音乐和表演 但广大的群众 它主要能够娱乐 容易上火 容易演出 所以它对于文学的题材 里边的体制规律的制约性 它并不讲究 因为太讲究 它就不能即兴演出 要训练到能演 花的时间就很多 所以在音乐上 它不需要有公调来制约 更不必要有取牌来限制 它只是利用语言本身整齐画 产生的一种节奏性 来作为歌唱演出的基础 这些因为共性多 而制约性少 所以在民间上 它就形成一股普及化的现象 它没有公调取牌 但是有什么 有它的腔调 有它的版演 我们说过戏曲音乐的五大元素 第一就是公调 公调手术的曲牌 公调是来说明它的调高 调丝 还有这个什么 调性 调高调丝 调性 我们说曲牌也有八个律者 八律 这八律就产生了什么东西啊 产生了精致性的制约 所以有曲牌的戏曲 我们就叫做精致性的 那么腔调呢 我们也说过了 它只是一个方音与方言为载体 产生了一个地方 一群人的语言旋律 所以它是一种属于共性 这一群人的共性多的那一部分 那扮演是用来节奏 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行腔的方式 不同的咬字吐音的准确性的口法 所以也会产生因个人而异的唱腔 唱腔 所以唱腔的结构的内涵 一个就是音色 口法 还有呢 行腔 它属于个性 那扮腔体 就是指讲究共性的里边的什么 腔调和扮演 可是取牌体呢 要公调、取牌、腔调、扮演 个性的都一样 个性的都属于个人的 个人的元素啊 它的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咬字的能力 不同的行腔的能力方式 所谓个人的因素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说在清代 由晚明清出产生的各地方的腔调 首先产生的是小戏还是大戏啊 小戏 小戏就是以歌谣 腔调为基础 某一个地方 它的腔调 以当地的歌谣小调做它的载体 所产生的当地的土腔 那么这支土腔 由于它的故事情节简单 表演的人多还少啊 一个人到两三个人 表演的人数少 表演的内容呢 很简单 乡土里边的故事情节 生活首饰 其他的呢 都是有关历史的 有关这个传说的 也都是很简单的情节 因为情节简单 所以它就短小 那音乐也简单 化妆倒计呢 化妆是像生活那样的 所谓丑办而已 倒计最多拿来一个 可以加长我们肢体语言的 男生拿了一把扇子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 出门在外要带的 那女生就带个手帕 略是这样的很简单的道具 那她们演在舞台上还是 还是画一个场地就演了呢 画地为场就可以演 所以叫落地扫 化妆简单就叫丑办 没有美丽的化妆就叫丑办 日常生活的那种装扮而已 所以说丑办落地扫 这些就是小戏 那么这些小戏呢 也会发展成为大戏啊 大戏啊 像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大戏 是哪一个剧种啊 当然是戈子戏 这个不能念戈仔戏啊 也无所谓了 已经约定俗成 戈子的子是词尾 戈仔的仔啊 是广东人的特殊的方言 那因为台湾早期啊 文化受到哪里影响很大 香港 香港又是广东仔啊 所以就把我们仔过来 牛仔什么仔 事上这部鸽子 鸽子就词尾 就像我们称为桌子椅子 那个子一样而已 但是呢 大家约定俗成习惯啦 就像高高的学府上 有些教授啊 公开曾经说 曾教授说要念戈子戏 不能念戈仔戏 我们都是念戈仔戏 有什么不对的 那后来我 恰好有个场合 我就把他叫到旁边 告诉他的语言的结构 是怎么来的 从此以后 他才不再到处宣扬 我这鸽子戏是错的 所以现在 绝大部分的人都念鸽子戏 不念戈仔戏 有脑筋 有比较有血痒的人 那像台湾的鸽子戏 他一样的就是在 于南罗东地区 等那个民间呢 这样踏窑 各位还记得不记得 我说过 踏窑这两个字就是 什么的贡献啊 就是我们中国表演艺术和民间文学的 延伸的共性 延伸的共性 因为他的动作 踏就是土风舞 他的文学 咬就是割咬 这两个结合起来的 所以小戏的这个美学的基础 就是踏窑 那么有小戏要变大戏 各位来思考 第一 要使他变化的基础是什么 是歌唱的歌词呢 还是音乐还是舞蹈 还是故事 还是角色 对啦 故事 因为故事 就是他基本的载体 故事丰富曲折 能够存在的艺术的元素内涵 才会多 对不对 才会多 所以故事一定要先变 这个丰富复杂 那请问故事 变化 吸收故事 使他这个 能够曲折复杂更丰富 最简单的是从哪里吸收进来 民间的收唱艺术 是说唱文学 因为说唱文学 就是用散文的说 运文的唱 然后来传达 这个故事情节 给老百姓 所以最简单的是从那边吸收 因为吸收了讲看文学 也就是老百姓都先知道有什么 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故事 再来看表演 是不是很容易接收啊 所以中国戏曲呢 这几先不是用故事吸引人 故事都大家知道 故事只是做载体 然后把这艺术呢 能够被这个载体所承在 然后 你在 懂得明白这个故事的内涵 来欣赏他艺术的表演 所以像四郎探母 有哪一个看四郎探母的人 不知道这个故事啊 都知道啊 可今天艺术学院演四郎探母 明天戏曲学院演四郎探母 后天国光演四郎探母 照样有人看 因为他不同的人不同的艺术 但是小戏要变大戏 第一一定要注入收藏文学的 丰富的故事内涵 同样的 戏曲艺术的 这个美学基础里边的歌舞乐 歌乐 两者 收藏文学也都有了 因为收藏文学要唱给人家听 他还有伴奏的乐器啊 也有歌唱的这个什么腔调弦力啊 所以他有 戏曲只是加上什么 更丰富的身段 而且有好些身段的基础 也在收藏文学里边就有了 所以说了半天你们就发现 戏曲变大戏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什么东西啊 收藏文学 他吸收了收藏文学 壮大了表演内容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戏曲的这个 丰富性 马上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说的 别曲杂具的根源 就是燕本 燕本是小戏 宫廷小戏 那燕本吸收了什么样的收藏文学 壮大起来啊 租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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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公调是什么东西啊 租金 宋元时代的收藏文学 《轰取cis 》 由这个 《温州徒灵申树》 《粗灵申1 》 《料金》 唱《斩权》 《黄泰1 》 有《して春天狀》 自由五充人 《闩庙》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套曲曲子很美聽 一套不夠再來第二套 這叫互傳 也是足弓調 這個我們民間的小戲地方小戲 他也可以怎麼樣 從民間的地方小戲 他吸收了 像鴿子戲就吸收了 鴿子車刮切聽過沒有 鴿子車就是專門練著練著 在那邊給大家聽的一種收唱的藝術 我小時候在菜市場常看到賣菜的 或者一些小販 當生意比較淡的時候拿著鴿子車就在那邊 沾切瓜 這邊用的就是我們現在鴿子戲的七字調 什麼調 這樣練唱 那他鴿子車是故事很複雜的 陳山舞梁 梁山柏祝英台 都有這故事 把這些念念念 後來到舞台上演出 就大戲 所以這一次小戲 直接由大型收唱過來的 是這個也很平常 還有像台灣的鴿子戲 它原來地方小戲 可是當時台灣在流行的地方大戲 有四瓶戲 四瓶戲在廟會裡邊 演出 然後下午堂休息 這些鴿子戲的演員就上了舞台 把從這個四瓶戲 福州戲或者南館別館吸收進來的元素 它就把它呈現出來 也就是說地方小戲吸收已經發展完成的其他巨種的大戲劇種 滋養會不會怎麼樣 可以壯大 所以吸收這個發展完成的戲劇劇種 也可以使自己長大 或者把許王演出的布袋戲的所有情節 裡面或者是黃俊雄的銀卓武大鼓俠 裡面的人物原來用什麼在演呢 用木偶在演 現在人代替演出 演出來是不是就是大戲呢 因為我戲啊 它本身的故事情節已經曲折復轉 它在這個底子上 因此各位看看 你們看這個目錄 進現代地方 進現代地方腔調大事巨種 形成與發展的進入 裡面的行程 裡面的行程 我們有三個綱目 就進現代地方 進現代地方大戲劇種 形成之進入 各位看看這個目錄 由小戲發展而形成 第三 第二由大戲 Pues AKS 以及 座 Having organized 第二由大戲收創 以憑项�而形成 第三由大戲為基礎而形成 第三由我戲為基礎而形成 第三由我戲為基礎而形成 把建構這樣的一種進入系統 其實學問有時候就是 從最笨的功夫做起的 因為大陸在這1、2、4年 編了一套很偉大的有關戲曲的書 叫做各省的戲曲字 這個戲曲字 我因為北京朋友關係 所以一出把一本一本就往我家裡寄 我說這個等於整個中國 中國人研究戲曲的 都在為你做學問 蒐集資料 所以能用這個書 去寫這個論文 就很方便 那我就把總共有30大冊 那冊真是很大的大冊 30大冊 這30大冊 舉裡面的一些例子 來做說明 後來啊 施德義教授 他要升等為教授 我說你啊 就做小戲 你懂音樂的 你做小戲 我告訴他如何去梳理 但是小戲的音樂 人家裡邊的都調查很清楚 你音樂素養是絕對可以 你就從中把這個音樂的梳理一下 所以他就寫了兩岸第一部 地方小戲劇種研究生的教授 那在20年代 距現在也有10幾年 我們台灣和大陸的學者 加起來大概有100 台灣就去了59位 大陸也不少 在東北開兩岸的戲曲學術會議 那施德義教授呢 就提出了他小戲的研究成果 那個當時候來主編 跟戲曲制的其中一位郭漢成 先生他那時候年紀也八九十 他看來以後 當場是公圍的一塌糊塗 公圍的狠的意思 不是一塌糊塗 把大陸的學者大罵一頓 說你們花了多少的時間 做出來的成績就不會用 你看人間台灣的學者現在用了 就有這樣的成績很容易 所以他這一個論文啊 是我編的那個戲曲研究中書 唯一再版的一本 唯一再版的一本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法 新資料你懂得怎麼運用 一梳理所得到的見解 就是前人沒有的 那這一些當然是我開個端 他呢又把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充分的捕食 舉例 那我現在給各位講義 又把他簡化了 所以像這樣的 就是任何文學史沒有敢提到的 為什麼任何戲曲史不敢提到這個呢 縱使提到了也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沒有這個戲曲字啊 你散漫無章 那個地方戲曲那麼多 誰敢去碰它啊 所以包括郭漢城和張庚的戲曲史 他碰觸到地方去都很簡單 都很簡單 可是我運用這個三四廁裡邊 已經出了二十五六廁 我叫施德義去做的時候 出了二十七八廁 已經幾乎近於完成了 所以所得到的當然就不一樣 前邊是初步形成地方小戲大戲劇種的三個線路 那麼地方小戲劇種成大戲以後 又會有壯大自己啊 還會更壯大自己 這裡邊呢 這裡邊呢又 從裡邊的書裡 又得到了 他機取其他腔調而壯大者 也就是說 原來形成的這個地方戲劇大戲 是單腔調劇種還是多腔調劇種啊 單腔調劇種 一個劇種就是一個腔調 在當地的地方 可是他流播出去了 接觸了 一個劇種裡面 包括兩個三個 兩個他們有個專的名字叫雙下鍋 好像炒菜啊煮飯啊 兩種元素 讓它融合 變成一個新的元素出來 那麼這個以後我們都會講到 就好像你 純粹炒豬肉就炒豬肉 你炒豬肉裡邊 又加了其他的什麼配搭 那麼又一個味道 就好像你要做這個什麼呢 湯 湯已經夠鮮美了 羊肉湯已經夠鮮美了 然後再來什麼 把鯨魚和羊肉一起炒 叫雙鮮 懂這個道理嗎 那戲劇劇種 不同的腔調的會 也會產生這個現象 譬如說在揮斑裡邊 原來只有奧房槍 奧房槍 後來從浮廣一帶又流進北京西匹槍 那西匹槍在北京就和什麼 配合在一起了 奧房 所以它就變成匹槍槍 那匹槍槍是不是就更壯大了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呢 我們說 激取其他腔調而壯大者 第二 與其他劇種同臺並演而壯大者 在台灣 譬如說 以前的鴿子戲季審 下午常演出的 一定是北館 北館的戲劇 晚上才是新興成立的 大家喜歡看的鴿子戲 可是久好久之 鴿子戲會覺得說 我唱的腔調不夠豐富 就把古老更有音樂職性 市場藝術性更高的北館音樂吸收進來 所以樹房現在鴿子戲裡面 有沒有北館音樂 有啊 就吸收進來 他壯大自己 我啊 以前編了一個戲 叫做 霸王魚姬 霸王魚姬呢 現在原來為水量身定做的呢 就為 大陸的一位 鏡腳 那個鏡腳那個叫誰 那個鏡腳那個叫誰 陳林昌 陳... 陳林昌 陳林昌 他知道我一下叫不出他名字 一定很惆悵 陳林昌呢我很欣賞他 他演 他演是夏王碑哥 在大陸極有名 那我就說 這個為你量身定做的 可是呢 沒有劇團 沒有劇團能夠和他配搭演出 他的 他恰好 他做這個 龍星彩茶劇團的團長 那不是啊 導演 那我就說 好吧 龍星彩茶劇團 就拿這個張燕 什麼力啊 張燕麗 做遺跡 張燕麗做遺跡 小咪這樣讓他配搭 我又找了 小咪 小咪在我心目中是 台灣鴿子戲啊 最了不起的人物 他一生是戲 什麼角色都能演 人好得不得了 好到任何人都可以和他合作 因為他不做第一主角 所以要做第一主角的都可以找他 只有找他才能相得益彰 那有一次呢 我和他一起吃飯 他的一個經紀人 那個樣子 我就說 小咪這個人 一定會 被這個人 所害 因為那個人 不正所害 我想 約他出來的那小於大於 因為我好管閒死 可是想一想 想到我的老師 鄭英博老師曾經說過 說舒不見親 你和人的關係 是比較疏遠的 他們的關係呢 是很親近的 你去告訴小咪說你要留意他 他可能會如何如何 他聽不下去 他如果把這個又告訴那個 我說的對象 那我平白被兩個人當仇敵 所以我的正義之意 正義之氣就萎縮下來 就沒找他 可是真的很遺憾 過了不久 小咪的錢財都被他騙光了 因為他做他的經紀 都被他騙光了 因為壞人 好人呢 很奇怪 我就一眼可以看出來 這個人是不正的 在那樣的場合呢 我把小咪也找來 在報紙我就寫文章說 今天是歌子戲的 這個什麼呢 中國戲曲的三下歌 三下歌是什麼 經紀的唱腔 由陳寗昌來演 女主角卻唱 唱這個客家採茶戲 那鄭榮昌還不錯 把它編了更多的別館戲在裡面 別館戲和這個經紀的執行上 性質上我們接近的啊 都是根源於怎麼樣 幫子槍 都根源於幫子槍 然後 歌子戲 反正他不是主題 歌子戲是演出的 不是男女主角 而是那個 這個烏江 烏江亭的亭長 他做一個 做這個戲裡邊的 等於我們所說的 全知觀點的人物 他對歷史對人性通通了解 由他在旁邊呢 用歌子調啊 收唱 他沒有真正 融入演出 只有開頭結束而已 那像這樣 就歌子戲 就採茶戲來說 他豐富了兩個唱腔 就經紀來說 他也有兩個地方 腔調的襯托 像這一些啊 也是在中國戲曲裡邊 以其他幾種同台 變演啊 壯大的一種方式 另外 就是 傳統古劇為基礎 而隨便更新著 傳統古劇 像南館 像北館 這個是傳統的 腔調 它呢 為基礎把它現代化 現代化 也會產生另外類型 發展的這個戲曲 第四樣呢 第四樣呢 就是 以這個 具種的聲槍 隨它的傳播而重大 譬如說 各位記得 我們說過 幫子槍 一路往上 往東走 就產生了陝西幫子 山西幫子 河南幫子 河北幫子 山東幫子 一路 所以 使幫子槍呢 更加 壯大 因為它一路吸收 其他地方的腔調 而它本身更豐富 就是 類似這一些呢 也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從 地方戲曲子 歸納出來的 所以把它建構成為這樣一個體系的 是我們這個 在開始的 以前呢 沒有 沒有這樣的 戲曲子不寫這一些 那所舉的例子 各位 就自己看 就自己看 那也就是戲曲發展到 清代啊 它 在類型上 它由原來我們所說的 那個雅化的 戲曲 已經 趨向於更廣大其中的什麼 比較通俗的戲曲 這個 不管 什麼樣的 文化類型 我認為 其實 亞俗 亞文化和俗文化 並沒有 並沒有 隨先隨後 而是同時怎麼樣 同時並行前進 請問 並行前進 會不會交融啊 亞俗會不會交融啊 還是單純啊 當然會交融 交融以後 然後 彼此激盪 它就會產生 亞俗交融以後 產生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混血啊 這個混血啊 就是 時代亞俗交融的後果 所以啊 就對文化來說 你絕不能以亞或俗 為輕重 不能說亞的就是重 俗的就是輕 其實 當年1978年 我到哈佛大學 去訪問的時候 他們有一群教授 開了一門課 就高階層文化和低階層文化 的討論課 他們的討論課和我們不一樣 都是由學生 先發表自己的意見 去看書 然後開課的有三位老師 輪番給他們講評 我們這裡呢 本來我要那麼實施 所以都會問你們問題 發講義給你們 看你們看了沒有 問問題 後來呢 慢慢的這個拳啊 發言卷呢 就轉移到我身上 你們就變成 在那邊聽 然後我的身體情況啊 其實呢 你們講我來評啊 會 可能會更好 但是呢 我有一個毛病 覺得滿肚子學問都要一起呢 清洩給各位 覺得如果你們在那邊討論 常常呢 不能言歸正傳 所以啊 就進度一定慢 都把各位當作呢 很用功的學生 發了 很多的講義 希望你們 躺下就先看一看 那 那麼我在課堂上 就給各位啊 說明呢 我們是如何把這個問題來探討 研究的這種方法 就像剛才一樣 為什麼我們對這個問題 能夠提綱切齡 很簡單的把它梳理出來 因為有戲曲字 各位你們知道戲曲字怎麼編的嗎 是由大陸每一個縣 組織當地的這個學者 對全縣做調查紀錄 編成縣籍的這個戲曲紀錄 就是在會到省裡邊 由省裡邊去江蘇省 就江蘇的學者 把它會整成為全省的 一會整當然就會 起經起華 把最重要的招度 把不重要的剔除 表面看起來是重要不重要 保留重要 但世上就有見仁見智的遺珠之憾 因此呢 他們的縣裡邊的原始資料 還作為內部的參考資料 這一些人 省裡邊邊 又到北京 我說的郭漢城 張庚 是他們的 當作戲曲界的頭頭 由他們掛名 由北京藝術研究院的 戲曲研究所的研究員 去做篩選梳理 然後 核定 最後核定 江蘇省的戲曲制 每一個都一樣 經過這三道所戲的 那我去調查 我那一陣子是率領學生啊 跑過了福建的西部 南部 廣西 貴州 雲南 四川 陝西 咦 怎麼 下隱西 下隱西 然後 後來由宿航也加入了 我們到 湖南 然後浙江 另外我還帶他們 到安徽 山東 還有什麼 山西對 山西 那台灣不必說 做 調查 我把他們的所謂參考資料 都是這麼說的 反正裡面有資料嘛 你們可以送給我們的 就把我捆一捆 不能送的你們要賣 我們就買 所以這一些資料 當時候 也蒐集了 一些 挪系 其中挪系也不少 我就叫郝玉祥 現在一個作家 郝玉祥 你就 把這幾捆帶回去 編出你的博士論文吧 所以郝玉祥 就寫了 挪系 我說你啊 到此為止 不要再拜我為師了 我送你學位了 你就好好去做你的 文藝事業吧 去創作 去研究 你喜歡的文藝 所以他就脫離了 我這個師門的這個學問根源 我是鼓勵學生 發揮他所長的 而不會呢 像郝玉祥這樣 把它寄陷在 挪移小夕 也盲方地區去做研究 可是因為當時候我去的地方 這一方面資料很多 還沒有被開發 還沒有被開發 所以他寫起來容易 這是各位啊 我的經驗 告訴 學問就是這樣出來的 這樣出來的 好 各位 你們都讀過 上過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裡邊 真正把它分析一下 是不是亞文學 俗文學在 推動前進呢 那 以往的中國人 都是 站在亞文學的觀念 俗文學都忽略了 都在民間讓他自生自滅 所以說到中國文學的 第一他要喊古老 他就被承認正統 其實詩經裡邊的國風 就是那個時代的什麼樣 歌謠而已 我們捍衛的岳虎詩 也是當初的歌謠 可是那個時代久了 大家就把它寶貝起來 然後談的 什麼六朝文 篇體文 然後這個詩啊 詞啊 詞在宋代 其實也不夠什麼而已啊 也是歌唱的小曲 我們現在的流行歌曲 所謂的要念就是現在的流行歌曲 我們的民間文學啊 照例有兩股很大的力量 一股就是在山野裡邊的 由農夫唱的就是秧歌 漁夫唱的呢 就是漁歌 由砍柴火的人唱的就是喬歌 即興的歌 即興就是你心裡面沒有打過草稿 所以客家山莊一定唱採茶調 茶郎 茶姑娘 這一山坨飄到那一山坨 茶歌對唱 對不對 那麼 還有一種呢 就在城市裡邊的 九元歌詩 城市裡邊的九元歌詩 就唱小調 這小調 事實上就是後來 唐宋的小鍊 小鍊啊 詞裡邊的小鍊 中調長調那個漫詞 是後來發展出來的 九元歌詩 你看這個高雄在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流行了 高雄一個延城區的區長 叫做萬芝萬雞 他喝酒以後就唱 所以大家就學他在萬雞調 像他就是在酒家裡邊唱出來的 古今其實一樣 那我也把歷朝歷代的 這一些啊 所謂 流行在比較低階層的 這個民間文學 和流行在比較高階層的 世代副文學 把它觀察一下 我原來誤以為 誤以為呢 民間文學都是奇言體 奇言體就是 每一句都怎麼樣 每一句都是 長短一樣的 就叫奇言體 可是後來只是考察 不是那麼回事 奇言和這個長短句體 是並行的 難以判斷誰先誰後 後來 靈犀點通 覺得說 哦 原來啊 整齊的 不整齊的 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旋律 兩種不同的音樂情味 那麼 一般人 是兩者兼具 才是算 圓滿的 也就整齊的和非整齊的 其實都是大家 生活上 覺得可以互補有無的一種 美的平衡 你這個一打通 就亞俗並齊 亞俗並齊的觀念 就好像最近呢 我在 讀那個 阮大成 各位都知道這個人 他的作品 所有的 研究他的人 都不應 以人 肺炎 我覺得他們也說得對啊 尤其像這個陳立 陳三立 陳閃元啊 這個張太元這些 民初的名家 都出來替他說話 無眠無屈安也很看得起他 我的老師 張清衛先生也沒有說他壞話 這個 可見大家所說的不以人肺炎 他的詩 他的戲曲 有他的文學的高超成就 好像是真的 可是在我心目中很奇怪 我總覺得他的劇本啊 讀起來啊 都不是自然的 都是造作的 都是好像呢 他裏邊有什麼目的 把劇本當工具性在使用的 因此呢 他寫愛情 那愛情的不動人 因為他是安排出來的 他不是人類的這個生發出來的 比如說我對於我們中國愛情的這個 幾個階層啊 也給各位提供參考 最低階層的就是有情感 也就是情你也感受到我也感受到 如果沒有這個感 就玩不下去 所以情感 然後呢 情感完了 結果呢 結果呢 發現他是那麼樣的 吸引人 一天不看到你 覺得不舒服 覺得和你在一起 是生命的美好 好 這就進入情有一種魔力了 說我本來為之情我 然後第三呢 就覺得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情感的 產生呢 更高一個階層 原來我的心靈 和你的心靈 各自有刻畫的 這兩個刻畫 恰好怎麼樣 一套 就合拍了 是情氣 氣合了 這種合 不是隨便的合了 是一個 有一種這個 零零腳腳 但是就最合適的 一種美滿的 結合 所以 會說情氣 那麼情氣呀 有人又把它說叫 同心子 就是那個對象是同心的 最高一層呢 還是送給湯賢主 叫做情字 情字 就是達到最高的境界 非彼此完成一種愛情的理想 美好 絕不罷休 所以可以一往情深 所以從上邊下來 就是情字 情氣 然後怎麼樣 情母 情感 我有五個階層的 我才說了四個 哪有個啊 我有說到五個嗎 我只說四個 情感 情母 情氣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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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忽然少掉一個啊 嗯 超越生死的是情字 情緒 情緒 情緒是稍微時空 嗯 掉了一個 我記得我以前都講五個了 今天少了一個 沒關係 就讓他跑 但是各位可以了解 所以我剛才說了這個話 就是他有一種 不同層次 的這個 的境界 的境界 那像阮大成這樣的人 沒有辦法讓你這麼敢說 所以他用那個很滑美的文字也好 他就沒有看出 無法看出 他有一種 真質的情緒 又有真切的理去 沒有 然後又發現 哇 他過世這些情節 人文和目的 都是為了 他心中的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 就是 漂白自己 為自己 曾經有過的 參加 焉檔 而 這個 辯解 把自己的遭遇 就像一個人 是一再墜入 焉獄 所以他寫的都要為自己 表達 自己平凡 他運用的手段 都希望人家 來了解他 取得這個大家的諒解 他出本意 出 就援起本心 並不是要拿來 與人作戰 可是他一再的變成 他未來要達成 自己 明明是參加 冤區 明明也害過人 左光斗等人 就是被他 設計弄死 這樣的一種罪惡 結果 他就在那邊 像偵探小說那樣的 逆推 你知道嗎 先把個目的弄 情節人物版 逆推 然後再順著寫下來 就一針一線 一個人物 一個情節 都浮湊在他的目的裡面 所以這個必須要有很細 的這個心術 才能達成他的所謂藝術的手法 所以他的藝術手法 其實就是他為人處事的心術的轉換 我這邊想說 我這邊想說 哎呀 那不是文如其人嗎 他不是以人廢人 而是文如其人 那我是用戲曲來說的 說紀如其人 所以我剛寫好的 寫啊 平心也寫了兩 接近兩萬字 就是 針對他 聚如其人 那麼這個聚如其人 是從來沒有人說過 就是緣起於本心 因為啊 我有一個根深底部的觀念 就是文學和藝術 絕不能被當作工具來利用 你看 我們拿戲曲來說 晚清以來到現在 就被當革命宣傳的工具 當時晚清要去除達魯 恢復中華的革命 就許多的目表戲 都是 都是 拿 這個革命做他的目的 來演出的 就是做了 反清復國的這個 革命工具 好 接著呢 日本人侵略中國 我們也有抗戰 抗戰為目的的 這種戲曲 國共鬥爭的時候 也有作為鬥爭的工具 你看我們台灣的戲曲 日本人在這裡 運用我們台灣的戲曲 做南進政策的 叫做挺 什麼挺隊啊 挺 最南向的挺進隊之類的 拿戲曲這些布袋戲啊 什麼就往這些 一直被當工具 所以有一次啊 那個 呃 新聞局啊 新聞局還在的時候 做了一個節目 就掌中五春秋啊 掌中戲 五春秋 那個 道遠啊 很用心 他就找我做 串場的人 那這個節目 有一個小時左右 我在長榮的航空公司的這個長途飛行裡邊 我親自看到我自己在那邊講這兩次 也就是說他做長途飛機的一個題目 就掌中五春秋 因為有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布袋戲 那串場 布袋戲發展到什麼時候 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 我最後就這麼說 我說各位 剛才我們所看到的 布袋戲的歷史 被當工具來利用 有多麼長遠的歷史 文學和藝術 被當工具來利用 不只不正常 而且是非常悲哀的 因為他必然 因為他必然失調了 他藝術純粹之美 必然 成像不了文學 這個什麼感人情懷的這種理念 我們都知道 一個人 孔子都說 君子不棄 做一個君子不能被工具來利用 不能被人當工具來利用 所謂政治打手 你們知道嗎 政治打手是文人中 最卑鄙無辭的人 那何況 是一個民族代表的藝術文化 你代表你自己這個民族的藝術文化 被當作政治工具在利用 很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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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從這個觀點 可見 我潛在意識裡邊 因為婉紮成 把他自己的作品 其實是當作工具在利用 這一點 就和一直以來 民國以來 到現在 大家一口同聲 說他不與人廢 雖然是個壞蛋 可是文學戲曲的成就那麼高 我們還是應當給予他的定位 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類似這個提供各位參考 那麼像這樣的一種雅俗 是同時併進 彼此交融 也彼此砥律 彼此這個什麼呢 應出 彼此生發 會不會產生新的文學和藝術啊 就會 就會 就像我們說過的 別曲雜劇和藍曲戲文 因為元代大一同的關係 和藍別交融了 所以以北劇為母體的 就產生了藍雜劇和短劇 以藍曲戲文為母體的 就產生了傳奇 這都是混學啊 可是混學裡邊主體性不同 所以產生的劇種也不一樣 那麽雅俗 齊頭併進 我從萬利年間 這個家境萬利年間 一路觀察到 民國 就貫穿了 這個 三百多年 三四百年的這個歷史 就提出了 雅俗 互動 推移的戲曲 雅俗推動 這個互動 推移的現象 那麽這樣一種現象的詮釋 也是以前人沒有的 那我是怎麽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就 就把 把 萬利以後的戲曲相關的 後搖後俗的 基本資料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的梳理下來 來 批幻力 批幻力 接著呢 就是清初的 順住康熙 歐 到了乾隆不得了 這六十年裡邊 最蓬勃 曲折轉移 最大 好 然後 叫佳健 那佳慶 道光 這又一個時期 童子以後 又一個時期 每一個時期 都可以看出 他雅和俗的交融互動 那什麽才是叫做雅呢 從這個知識一看 就明明白白的告訴我 他的雅 事實上就是 戲曲來說 就是昆山水魔調 他的所謂俗 除了昆山水魔調以外的 地方腔調生腔 就是俗 那很有趣的 這個雅的部分 一直堅毅的往前流動 俗內 左右開工的 平民和他鬥爭 那鬥爭的結果 一定會 有不同的分血兒 不同的分血兒 再往前進 這個雅 韌力很強 韌力很強 所以他一路前進 但是一路慢慢摔落 到最後幾乎奄奄一時 到這個大陸呢 是在1968年 大陸是1958到1968左右 文化大革命 那是整個中國的 藝術文化文學 幾乎怎麼樣 幾乎怎麼樣 鏟除要帶進 國演殘船 慢慢起來 一切就衰落 一切相途傳統的藝術文化 通通衰落 一個民主要自己消滅 像文化大革命 很快的 很快的 所以江青這個傢伙 使得中國倒退30年 我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就說 一個民主 如果你停頓了 停頓就不前進 對不對 你停頓了 沒有前進 而且又衰退 又衰退 你譬如說 停頓10年 該前進10年 然後你沒有前進 結果 你又倒退10年 然後當你奮不起身 要再 跨越到 應有的進步 起碼是不是要30年了 前進10年 沒有前進 倒退10年 不是20年嗎 然後你要 再恢復到該有的超越 是不是要30年 所以這30年 那10年 使得中華文化 藝術 民族的根源 真倒退了30年 那個倫理道德的破壞 人際關係 這就 1968 到了1992年 我到大陸了 我1989年 第一次踩上大陸的 我和許常輝 帶領學生 包括新鄉的法曼龍 一直飛到哪裡 你們知道嗎 飛到烏魯木齊 第一次到大陸就直接到烏魯木齊 半夜裡 在烏魯木齊下飛機的時候 我還印象很深 那個 機場的跑道啊 會這樣 是這樣 不是這樣慢慢發行 我們就一路 被他們安排了 最高規格的 所謂的 以他們的 國家的旅遊團的經理出來陪我們安排 結果出來大吃我們 後來我們一怒之下 把他甩掉 把他貪污的錢都挖出來 那個 那個時代的大陸 曾照報 我們一路 就從烏魯木齊沿著 塔里的木盆地 南沿 往帕米亞高原 開步車這麼走 你們所說的 土魯番啊 庫居啊 科斯科爾等等這些地方 我們就這麼樣 調查過去 在烏魯木齊 做了一次很有意義的調查 那就是 這個 穆卡姆 穆卡姆我一看 馬上 這就是 唐代大齊啊 因為唐代大齊 我從文獻上 我寮如指掌 一去看他們的演出 還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說這個了不起的 了不起的 到科斯科爾 我還寫了一篇 《科斯科爾的黃昏》 因為呢 我看到的景象 好像 那時候我四十來歲了 好像四十幾年前 我的家鄉 台南縣夏陽鄉 的那個景況一樣 在科斯科爾的那個郊區 通通是泥巴路 然後 老母豬 帶著十幾小豬 在泥巴拱來拱去 鴨子在這個 水塘裡邊游泳 農夫呢 扛著鯉 回來 在路上噴好朋友 那個女人就站在那裡不動 然後 就和人家談話 我說這不是王偉所說的 天父賀辭字 相見與依依嗎 那大樹底下的那個 一口井水 婦女在那邊洗衣服 那我當年我母親也在我們鄉下這樣 所以可見四十幾年不動 我一路上還給他們 所住的地方 每一家旅館我都給他們修馬桶 沒有一家馬桶能用的 很簡單能修他們就是不管 整個民族的腿躺 真可怕 所以像這些啊 都可見文化的破壞性 我們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你看 這個長江邊有一個 在上半腰的叫封都城 封都是什麼 我們的地獄啊 我們這個傳說封都啊 我們登上封都 封都的那些神像 我說這個 這個很新耶 被紅衛兵砍下來 我們現在把他恢復了 到處都是被破壞 然後恢復 恢復都不如 那個味道完全不一樣 還有一個這個什麼 簽佛洞啊 登上簽佛洞 裡面的那個眼睛被挖佛的斷腳 你才知道 連這些神佛都自身難保 自身難保的殘破 我有一次在他們朋友登山的時候 寫了一篇散文叫 《諸神洛浪》 就寫什麼 台灣那個時候啊 在 各位知道 在六合彩還是什麼的時代 攔了許多神像拜拜 求了半天呢 都被吃掉了 這些神像呢 通通把他丟在馬路邊 那個山裡面的馬路邊 關公呢 這個青龍眼月刀 仰天 躺在那邊 我們觀音菩薩 也被誰這個靠在一起 這個我就寫那個 諸神落爛的情景 真是啊 在那個雖你莫拜的 神佛都自身難保 所以文化建設啊 本身啊 是很不容易的 不能一觸可及 可是要消滅它 卻很快 而我剛才說 我觀察這些 發現啊 這個昆山水磨掉昆渠 怎麼韌性那麼強 到我1992年去的時候的昆渠 全中國還有六大昆渠團 只是這六大昆渠團呢 個個都很銷售 什麼銷售啊 演戲沒人看 演出來也連露營的錢都沒有 雖然這些人呢 都一身絕火 曾經演過文化大革命以前 有過風光的歲月 好 我帶著團去 是給他們露營的 露營保存的 因爲我優秀 我們政府 說大陸的這些都是一流的藝術 我們去把它露營回來 對我們有用 我那時候比較受到這個重視 所以在經費上都沒問題 可以去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露了 好幾百 一百 總共我們露了 多少出啊 三百多出是吧 都是經典劇目 現在啊 是世界最了不起的 昆劇錄影攤 你還記得嗎 那個幾 多少出啊 三百 節吃省用 儘量錄回來 我請這些昆劇團團員 他們就向我訴苦啊 這個都四五十歲啦 藝術是頂尖 一天結果 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 我說好 我請你們到台灣來 交台灣的土地 這個子弟 不是土地啊 子弟 交台灣的子弟 你們把接火傳到台灣好 所以回來呢 所以回來呢 我就成立了 婚娶顏西班 那麼結合朋友們 現在的宏偉助教授 就是當說我的跟班 他聽到這個一定很不舒服 事實上無恥 但他絕不承認 不過他進了很大的 這個時間 我現在已經撤封他為婚娶之孫 因為他表現得不錯 我撤封他為婚娶之父 我自己做婚娶之祖 祖是祖父的祖 他把他降為婚娶之孫 他呢 對台灣的婚娶貢獻 實質上是第一的 因為他成立了 這個博物館 也編了婚娶大支點 當時候 我去弄來的錢 都是他在花 讓他去主持這個大陸的 朋友來 所以我們培養了很多的婚娶演員 現在 在台灣活動的婚娶演員 尤其是國光和戲劇學院會演婚娶的 幾乎就是我們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還有一些樂師 吹笛的 這一些也是那時候培養的 兩岸追合合作 我們又把婚娶送到世界 由大陸 送出 成為 在2005年 2001年 5月 通過聯合國 第一批 世界人類共同的藝術文化的第一名 第一名是恰好排在第一個 不一定第一名 但不管怎麼樣 他是排第一 這樣一來 昆渠的地位 大大提升 原來1992年 很衰落 兩岸合作 我們錄影 請他們來演出 這些昆渠演員就說了 昆渠的老師在大陸 昆渠的觀眾在台灣 那他們這些藝術家也受到台灣很大的尊敬 所以你看昆渠一直到現在 還是代表中華民族最了不起的藝術文化 他的韻性在晚清幾乎快沒有了 然後呢 又一個巨種 一出戲 十五罐 救活 一個巨種 這是騙人的 那個十五罐根本不是昆渠 然後我們加入了 那時候台灣比較有錢 我們真是把大陸低流的藝術家 通通請到台灣來做老師 使得昆渠昆渠亞 在大陸 又被重視了 那後來呢有一天 這個白鮮勇和許周雲院士 兩位找我 我請他們吃飯 他們希望我出面 到江蘇 江蘇蘇州的昆渠團 去訓練年輕演員 就是青春版牡丹廳的年輕演員 來故心昆渠 我當場就給他婉拒了 我說 我有這個心 但是沒有這個能力 第一 我在台灣教書 我無法長年累月 在蘇州 第二 這個要花很多錢 我沒有能力 募到那麼多錢來做這件事情 我說有能力的 事實上是在座兩位 尤其白鮮勇先生 你的聲望 是不能取代的 所以我就沒有加入參與這個事 白鮮勇因為從小 家庭也是演昆渠 就是昆渠在他家裡演來做娛樂的家宴 所以接觸得早 他寫的這個台北人呢 又有油緣驚嫩 這樣兩出史 所以他對昆渠有一種 有一種潛在的愛好 和好像無形的責任那樣的感覺 以他的這個人脈各方面 他終於弄出了青春版母燈體 在世界各地 尤其大學一邊 演出了好像兩百場的樣子 對於年輕人的影響就很大 很大 可是呢 總有經過的時候 他在演地壓出夕陽 就沒有那麼號召力 但不管怎麼樣 昆渠因為白鮮勇的努力 就使得他飛上海內外 尤其培養了許多的昆渠的觀眾 我呢也一樣的 自己編劇 大陸的朋友 大學的教授 或者大陸文化部的文化官員的協助之下 我也去參加 我也去參加帶領我編的戲 從北京算的話是北京 河南的開封 河南的開封 鄭州、商秋、上海、杭州、蘇州、廈門、廣東的佛山 這些地方去巡迫表演 在大學裡邊也同樣演完以後 和這些年輕人互動 如果不是周琴教授 教授說 好啦十點多鐘就到此為止 那些學生的熱情的參與 我也忘了我的喉嚨 破了好幾個洞 當然沒有破 這個 也可見年輕人 因為他們原來不了解 讓他們了解以後 他們很容易投入 投入 所以 當你們曾老鼠比較年輕的時代 我用傳統戲曲 台灣地方戲曲 台灣地方戲曲 沒有一個種類 我不參與過的 你們能想到的鴿子戲 鯉圓戲 別管戲 高甲戲 布袋戲 皮影戲 這個 傀儡戲 傀儡戲 車骨戲 等等等等 我沒有不參與 然後帶動他們 當初的大學生 流行的一個 果肉場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什麼戲曲 如果沒有的話 說 哎呀 遜弊了 意思呢 就是說 你連戲曲都沒看 你可見涵養不夠好 遜弊了 這種現象 可是你們也知道 我今年八十 都往日情懷 再也不一樣 可是昆麒 在今天 在台灣 它不能成為 土生土長的劇種 但是 它是 留佈在台灣的 劇種 也同樣被 文人 被 這個比較高級的知識分子 所喜愛 也維繫著 亞俗裡邊 那個亞的怎麼樣 那一末的文化傳承 你看一直到現在 如此 這般 大陸的那個昆曲熱 不知道過去了沒有 我不清楚 那在台灣 我以前編的 梁山伯駐英台 國家戲劇院 19天以前 票就賣光 現在發現什麼呢 利用一些關係 利用什麼 最多只能撐到 八九成的觀眾 就了不得了 好像有一點要摔殺 還有更嚴重的是 我們的政策 本土化的政策 我們的政策 本土化 就使得文化的契局 狹隘 眼界呢 第一 不知道文化要多元並齊 文化要越高元 越博大 兼容並序 才是泱泱大火 這個觀念呢 被 有些人 沒看清楚 也是令人 遺憾的事 好 我們下禮拜 就把這個 雅石推移的現象 還有它產生 新混血兒的情形 還有 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 經濟怎麼樣產生 經濟的產生 就在雅俗推移裡 那麼經濟為什麼 有流派藝術 為什麼昏劇沒有流派藝術 為什麼昏劇和經濟有折子系這樣的現象 為什麼地方系群沒有折子系 對不對 這都是值得探討的事情 好 請聽下回分解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助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請 謝謝大家 我們的文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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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